说个性也能如此激动 邮差先生和男住户发生了激烈冲突 两人不断大声叫嚣 还挺起胸膛互相撞来撞去 突然这名男住户决定不忍了 一个大外哥当场把邮差撂倒在地 地点在台北市一处社区 其实当天住户是要帮儿子领挂号信 疑似要求核对证件时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由于高兴邮差被诚心住户摔在地上 导致右脚踝骨折 起初对方还宣称是他自己跌倒 这家公务员被袭击 原本想告妨害公务 却发现没办法 最后失忆伤害罪起诉 邮局的员工明明也算是公务员的一种 但是这回有邮差被袭击 却没有办法提告妨害公务 原来在法律上 每一种公务员还是有所区别 一样都是公务员 但不是所有单位都是刑法上的公务员 符合要件的包括政府机关 警察 消防 民意代表等等 他们有在行使公权力 至于不算的多半是民营化的国营事业员工 例如中华邮政 台电 中油 自来水公司或台湾银行 广义上他们都算公务员 不过是以盈利为目的 并不适用这条法规 公营企业原则上 它行使的都是私经济的行为 这部分与公权力行使无关 那我们不会认为它是公务员 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 它行使的是公权力的事项 那这部分例外可能会认为是公务员 至于台铁则是少数例外 主要是因为台铁还没有成功民营化 目前依然算是政府机构 不过这些非刑法上的公务员 却有被公务员法规限制 例如不能兼职 但相较下一般公务员的限制 更多更严好坏一体两面 TVBS宣教宾 我刚才台铁刀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